嗨,大家好,我是龙阿喜 在这个路旁边 然后发现一棵植物 长得非常特别 想必大家也见过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植物 就在这边 你看,它的叶子是长这样子的 叶子成三角形的 好大片啊 跟我的手掌都差不多大了,你看 它的背面是这样子的 真干比较明显 看到没有 它现在已经快绝了个果实的 就这边 到时候绝的果实就是 像赤味一样 一粒一粒的 浑身大刺啊 现在刚长出来 差不多再过十来天 就可以看到它的果实了 它的叶子长得非常的茂密 你看 这边一大片的 看到它的干没有 你看 它的干上面还有斑点 有点紫色的 我觉得很像那个茄子的干 我觉得非常的香像 它的干也非常的粗壮 你看 这一株的话也挺高的 差不多跟我能有这么高的 它看起来不怎么样 很普通 其实它是一味非常名贵的中药茶呀 也非常具有很大的药用价值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药用价值 都在哪里 它总共有三大药用价值 到时候它结出来的果实嘛 就像那个赤味一样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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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们称它为那个苍儿子 苍儿子的话 浑身都是宝 它首先的话可以去风除湿 像久做的上班族嘛 还有长途司机啊 经常会拉个腰肌老笋 腰肌老笋的话可以拿这个去泡水 竹水嘛 然后拿去泡脚 泡脚的话可以改善那个腰肌老笋 非常不错哦 所以这是它的功效之一啊 其二呢 它因为性温炫散嘛 所以它可以治疗鼻炎啊 到时候它长出来的果实嘛 就是苍儿子 拿去根麻油煎 煎了那个麻油的话 等凉了就粘在鼻孔里面 可以治疗鼻炎哦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是它的功效之二 它的第三大功效也是非常的好啊 就是像有脚险啊脚气的朋友嘛 就把这个苍儿子扎下来 拿去煮水 煮水的话坚持每天泡个一次 坚持十天左右的话 那个脚气啊脚险 有明显的改善效果 非常的不错哦 所以说在我们这边的嘛 苍儿子的话现在都是宝啊 大家的胃踩一点回去备用 等秋天的时候 听完我的介绍 是不是觉得苍儿子真的很有用途啊 小时候经常把它拿来 扔在女生头发上嘛 因为这个浑身带刺 然后扎都扎不下来 拿去二稿 现在想想都觉得好笑 现在已经快结果了 再过十天的话 应该可以看到那个苍儿子的 长出它非常的漂亮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关注一下 如果知道 苍儿子还有其他方面功效的 也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 by bwd6